丈夫发现儿子长得像学校男老师 坚持要做亲子鉴定 结果出来后妻子突然崩溃大哭 秦志南站在鉴定中心的门口 脸上写满了纠结 秦志南比妻子小了整整12岁 他想带儿子做亲子鉴定 但又怕伤了妻儿的心 前不久在一次家长会上 他发现儿子小刚与一名男老师长相惊人的相似 这让他不得不怀疑小刚的身世 因为12年前儿子出生时就出现了端倪 医院登记的是B型穴 而他和妻子汪露都是O型穴 上过学的都知道 两个O型穴的人是不可能生出一个B型穴的孩子 尽管如此 汪露始终坚称孩子是秦志南的 由于缺乏直接证据 秦志南也就没有继续追究 原本想就这样糊涂地度过一生 但最近汪露突然提出离婚 这让秦志南不得不怀疑妻子是否要带着小刚去寻找亲生父亲 面对这种情况 秦志南曾一度决心带儿子进行亲子鉴定 但又害怕这样做会对儿子和妻子造成伤害 他在鉴定中心门口徘徊了几天 最终决定先与妻子面谈 希望他能坦白一切 以避免亲子鉴定产生的阴影影响到孩子 镜头前的女人是妻子汪露 年近五旬的她皮肤白嫩细腻 看起来气质极佳 据她表示自己长吃一康诺韦 面对丈夫的怀疑 汪露对记者大吐苦水 她解释说 孩子血型的问题源自医院的一次失误登记 后来得到纠正 但相关记录由于医院重建已无法找到 至于那名男老师曾在他的床上小气 确实发生过 但这只是因为他的小脉部开门比较早 老师利用早晨课间时间再次休息 并没有其他事情发生 尽管他后来为了消除丈夫的疑虑而转让了小脉部 离开了学校 秦志南的疑心仍旧挥之不去 如今汪露表示 不管结果如何 他都决定离婚 如果小刚不是秦志南的亲生儿子 他愿意放弃一切家产净身出户 只带走小刚 当无法从妻子那里得到满意的答复后 他决心要查明儿子的真实身份 尽管儿子坚决反对财血 但在秦志南的坚持下 医生最终提取了儿子的头发样本来进行检测 面对这种情况 小刚紧握拳头 闭上眼睛 任由工作人员从他的头上拔下一撮头发 处理完这一切后 他独自一人跑出彩阳室 在楼梯口静静的蹲下 记者询问他是否明白正在发生什么 小刚平静的回答 他们正在验证自己是否为父亲的亲生儿子 那你对爸爸这个举例你是怎么想 你是认同的意义 我无所谓 他的话语简单不带任何怨记 只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成熟和忍耐 这可能是因为多年来父亲对他的疑虑 以让他饱受内心的痛苦 现在他同样渴望知道真相 在等待DNA测试结果期间 秦志南向记者透露 虽然现在他只是一个图书管理员 但他曾是村里第一位考入名牌大学的孩子 还差点就被提拔为学校的副校长 在升职前夕 一场车祸损伤了他的大脑 影响了他曾引以为傲的记忆力 商议后 学校给他安排了一个闲杂职位 他本以为会这样平淡地过完一生 直到一次偶然阅读 关于星座和生效的书籍后 他发现自己原本顺利地生活 全因妻子的谎言而陷入低谷 原来秦志南比妻子小了整整一轮 妻子在相亲时虚报了自己的生效 妻子明明属龙 却说自己属虎 和秦志南属蛇的生效根本不合 这直接影响了他的命运 就在此时 秦志南的妻子汪露打来电话 表达了对DNA鉴定的后悔 按照秦志南的逻辑 如果两人生效不合 直接离婚就好 为什么还要浪费钱做这样的坚定 婚后不久秦志南就遭遇车祸 而那时汪露已怀孕五个月 他一直在医院辛苦照顾他 却不得不承受丈夫的怀疑与家暴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独自赚钱养家 而秦志南未曾贡献一分钱 尽管如此 为了维持家庭 他忍受了一切 但最近秦志南酒后的又一次家暴 让他彻底失望 并坚决表示 如果证明小刚不是亲生的 他将带着儿子离开 那么DNA测试结果将会如何呢 鉴定结果出来之后 两人都不愿意亲自打开结实真相 最终这个任务落在了记者身上 报告显示 小刚是秦志南的亲生儿子 这个结果让秦志南意想不到 表情木讷的他不断翻看着鉴定书 与此同时 汪露已泪流满面 积压12年的委屈再次终于爆发 汪露哭着说 丈夫因为儿子性格顽皮 就经常质疑小刚的身份 即便在外人面前也是如此 他曾发誓 儿子绝对是丈夫的血脉 并同意进行亲自鉴定 来证明这一点 而倔强的丈夫却无动于衷 总是冷漠地对待他们母子 在过去的12年中 汪露独自负担家庭开销 而丈夫却像一块冷冰冰的石头 现在虽然误会解除了 但他和儿子心中的伤痕已难以愈合 为了缓和二人关系 记者鼓励他给丈夫一个和解的机会 秦志南随后低声道歉 并承诺每月给予2000元的经济不长 但这无法平息汪露的愤怒 他认为这相较于12年的痛苦 根本不值一提 随后汪露决定离婚 而秦志南却始终不愿意签署离婚协议 此时小刚正巧放学回家 见到儿子后 秦志南连忙问他是否怪罪自己 小刚听后泪流不止 他长期受到父亲的怀疑和虐待 即使现在知道了真相 他也感觉对方已不再是自己的父亲了 秦志南觉得 儿子只是发脾气 他没意识到给予儿子多大的伤害 看到家庭将要破裂 记者劝说汪露给丈夫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网路同意暂不离婚 决定分居一段时间后再做决定 秦志南也承诺会加倍珍惜这次机会 无论结果如何 夫妻之间相互信任是婚姻中最重要的